逻辑判断前面也已经有写过了 所以你会发现基本上的架构一定是 把这个BMI拿来做逻辑判断 那先从小的开始 如果它小于18.5的话 这个逻辑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BMI 18.5 OK 然后再来依次类推 第一次是IF 然后再来就是 LIF 再ALIF 最后这个的话就是ELS 所以基本上的话也是 是跟我们之前所讲的 是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你如果怕写错的话 你甚至 可以拿之前的来当范本 你或者另存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贴过来也没关系 反正只要不要写错就好 程式要怎么样 只要不要写错都是好方法 你不管用什么方法 反正刚开始如果你怕写错 拿写对的拿来贴来改都没关系 不过最好你可以设一个目标 将来这个东西要能够很纯熟的把它写出来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我这个应该逻辑并不复杂 大于等于18.5 And 小于24 OK 那一直类推 然后print标准 print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分别就把过轻标准 一直到 肥胖好像他如果过胖有总共会有四个等级 所以总共 会有六个 六重的逻辑判断 然后把结果给做出来 但是这个结果的话我们来看 基本上做出来就我刚刚讲 所以这个我已经做完了 细节部分因为跟前面的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重写了 反正大概就写出来这一张 另外的话 这个写法 上面的这种写法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好 所以如果你们看那个 就是 其他人写的 你也不要觉得 其他人怎么写的跟老师不一样 比如我这一行 我不要写这种方法 我写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bmi只要有一个 bmi放中间 那比如说我今天 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逻辑 bmi 另外一种写法就是 if 这个 改一下 如果bmi 怎么样 小于 等于18.5 bmi 小于18.5 而且 他大于24 的话 特别追 这样的写法 跟上面的写法 都可以 而且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OK 看懂这意思吧 这个是第1个 and第2个 OK 那这样的写法 结果呢 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 跟各位讲 我是建议 你没事不要一下写这种 写法 一下写那种写法 为什么 如果你常常变来变去 最后 真的也比较容易写错 那为什么我会比较习惯写上面这种方法 因为上面这种方法在 VBA里面 就只能写这种方法 也就是VBA里面 你不能写下面这个方法 你写 下面这个方法在VBA执行会错误 但是呢 上面这个方法 你不管是任何城市语言 写这种方法都OK OK 哪怕你是写Java 你是写其他语言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雷同 所以我尽量 我的写作习惯就尽量 我也没有那么多脑筋去记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 我尽量就 记大家都一样的写法就好了 OK 比如我今天想要把这个城市改写成 再改写成VBA 再改写成Java 那其实只要转移过去就OK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概跟各位补充一下 就是低虫 它如果小于 然后再来标准 再来过重 轻度肥胖 中度 剩下的话就过 过度肥胖 这样的话就把它print出来 OK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的写完之后的话 我一样有50 然后这游标放这边是180 Enter 那你会发现 他得到的结果就是先怎么样 他会先 print什么呢 print这个 到这边 然后 到这边的话 因为他已经 15点多 所以一定是小于18点 所以他又print这个 到这里 OK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print 等于是输出 那print之后你会发现 他为什么没有接在这个后面 有没有 理论上你会发现他print 应该是 把过清接在这个后面 为什么他换行 特别注意 print本身 他会是先输出 这个资料之后 后面帮你加一个换行 Enter OK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话 print本身是多一个换行 除非说你多写一个东西 如果你不想换行 你想要把它接在后面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print后面 多加个逗点 后面跟他讲说 我最后那个换行不要 那叙述方法就end 等于没有 end就是他最尾巴的那个换行 的那个字元 我不要 不要的话就等于空的吧 OK如果你是写成这样的话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50 一样 180 你会发现 他这个换行就 不会帮你多输出了 OK 所以未来如果你看到 假如尾巴有一个什么 痘点 end 等于 没有的话 那意思是说后面那个 换行那个动作 不要帮我加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必须改 所以这个是第2阶段 第3个阶段要做什么 如果我希望 帮我把那个 最后的那个样子 改写一下 改写成什么样 改写成这样子 就是我希望在前面 多加一个什么 BMI 前面多加一个 双引号 BMI 然后 BMI双引号 然后一个冒号 后面再加我输出的东西 所以第1步的话 前面我希望多加个东西 第2步的话 要在 这个换行后面 换行反斜线 换行这边的话加个平语 然后呢 就再把平语加上去 所以等于是说 一个完整的叙述 必须要再加一些东西上去 要怎么加 这边特别注意 来看一下 怎么加 比较OK 当然我可以在这边 假设我现在 这个 先不要加 所以我们习惯是 跟 前面跟各位讲过嘛 print之前 然后平语 所以前面加一个双号 BMI 然后冒号 然后呢我讲过就是 如果要多那个 冒号在前面的话呢 记得你不能直接打一个 双引号 你不能直接打一个双引号 因为他会 没法分辨说 这个双引号呢 是代表的是一个字串呢 还是一个符号 所以呢如果要跳脱的话呢 我就反斜线 有没有 那表示说我 BMI的前面要多加一个双引号 然后呢在这个BMI后面呢 再加一个双引号 OK 好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可能要 比较小心一点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 BMI冒号 然后呢 多一 串接 所以串接是加号 BMI 那因为呢 转型问题嘛 因为BMI是一个 浮点的 串一定会失败 跟上礼拜讲 所以记得要做什么 把它转换成文字 所以文字的话 STR 转换 OK 因为如果没转的话 这个也是很蛮 常 遇到的问题 他会出现上礼拜一样 他有印象 上礼拜要特别谈料 Type A OK 好 那我们执行 第一关 OK 50 然后180 有了 BMI冒号 这个 他问题 我要取得小数点第2位 那小数点第2位怎么做呢 方法很多 OK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你要不就是用Round 到小数点第几位 要不然的话就是用Format 格式化 两个方法都可以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要Round的话 这个Round的话 跟 跟我们一般用的方法差不多 Round 刮胡 然后后面的话 逗点 取到小数点第2位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帮我了 输出的时候 取到小数点第2位 再转换成 字串 再跟前面串 来试一下 资星 50 180 OK OK 那 最后的话呢 再做一个评语 那评语应该加哪里 你其实 想说这边 评语 其实在这边加一个 评语冒号 不过你会发现 你可能评语冒号你变成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诶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是可以的 可是 感觉好像有 一点 多余 为什么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评语 如果假如未来你遇到 更多重判断的话 那你岂不是每个都要 这样是不是可以 这样其实也可以 资星 然后升50 180 达到我要的 BMI多少 评语 过期 但是 问题来了 如果 假如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 延伸性的 如果我今天 比较吹毛求疵一点 我不要用 一直让他重复 而是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评语 他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 只要输出一次 然后跟后面串在一起 这样是不是可以节省一点层次 不过 当然 理论上 其实 先求有再求好 所以请各位先这个阶段先做出来 我把重点 越加越多 我把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大概几个重点 底下的逻辑先写出来 OK OK 逻辑写出来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加什么 BMI 然后再用这个什么 记得要转型 然后 Round 刮胡 0.2 表示取到小顺 第二位 再加上输出 请各位想想看 除了用这个方法输出 评语两个字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